现在人一说到病,比如癫痫,偶尔发呆,身体虚弱,头昏脑胀,或者奇怪的病,都称之为业障病,使冤亲债主干扰。 从前世今生以来,我们与众生有了不同的牵缠和纠葛关系。 有的是互为彼此的关心、照顾、帮助而形成的善缘。 有的是彼此争执、抢夺、伤害等种种形式而形成了的恶缘。 这就形成了冤亲债主、历代宗亲的关系。 包括冤亲债主、怨源债主、累生累世欠钱、欠命、欠情的一切众生, 累生累世的父母师长、兄弟姐妹、同学同事、同修邻礼等众, 累生累世的夫妻儿女、英灵、累结现世的天道的、仙道的、地狱道的、恶鬼道的、畜生道的、有缘众生。 累生累世挫伤、误伤、故伤的众生。 累生累世因道淫妄所食、所伤、所害的众生。 累生累世修行因嗔恨、极度所障碍的众生。 许多人觉得我是好人、心地好、从来没害人之心。 为何会有冤亲债主? 其实,无量劫来,我们身、口、一三叶,造作了太多的贪嗔痴、道饮等恶业, 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结了不少怨仇。 别的恶业暂且误论,但是伤生吃肉,就跟他们结下深厚的怨仇。 今日听闻一件其事,一位台湾医生在行医时,突然发现,用针灸治病竟能去除身体里的冤亲债主,还会与灵界产生感应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请听医生的字数。 这是十几年前,一次惊心动魄的一案。 一位62岁,面色离黑,气喘如牛的父亲,有女儿带着从南部北上来看诊。 在后诊室,她就质问女儿说,你是要带我给那个医生看吗? 女儿点点头,还没有回答,老爸就骂上了,那个小孩会看病吗? 害我颠簸坐了那么久的车子,累得命都快没了。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吼骂,气疼疼,一大早就来踢馆,横扫一群后诊室的病人的眼光。 这位老爸得的是肺癌,长息不到气,动不动就喘得要命。 我告诉她女儿说,舟车劳顿会耗掉老爸的精气神,最好就近看医。 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,我帮不上什么忙,顶多稍微舒缓她的不舒服。 她女儿很孝顺,看老爸病痛得很心疼,只要听到哪里有比较好的医生,就带着她四处去求医。 急重症针灸比较快,补扬气针百会,气海穴,气喘针鱼记,猎缺,合骨穴,配合公孙穴镇静横隔膜,补气血针足三里,三阴交穴。 重病,血取少,刺激量轻,以免刺激太过,病人承受不住。 我全神贯注得一面针灸,一面观察她的脸色,小心行气。 下针结束,她大大的吸了一口气,高兴地说,好久没好好吸一口气,真舒服呀。 可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,说时迟那时快,当针完最后一针,我立即天昏地转,眼冒金星,四肢发软,快昏倒了。 我咬紧牙根走到诊间,打电话给挂号柜台,要停止挂号半小时,一放下电话就瘫了,心脏好像快停了,躺了半小时还是爬不起来。 我心里很清楚卡到扼杀了,事后的一个礼拜都处于鬼压床的状态,在惊恐辗转中度过漫漫长夜。 后来我与同学切磋医术时,有位同学说她也碰到过一次,大病了三个月,从此以后不再针灸,还有她的针灸老师和几位针灸高手,都曾遇过此状况,也都因此风针了。 而我是第一次亲自体验到,针灸真的会触动到另外空间的灵体,好吓人,也好惊人。 我要不要继续针?这个疑问冲击回荡在每个夜晚与每位病人的脸旁,日日夜夜,夜夜日日。 我低手扪心自问,当初想做医生的济世情怀哪里去了? 而老祖宗也说一针二酒三用药对病人最好。 有些病造在分子层以下的病,就是要针灸才能达病所。 经过几番挣扎,最后,我还是从谷底再度振作起来,重要的是我应该努力地把针灸医术提升,并加强自身的能量场。 看了这个故事,大家是不是觉得针灸很神奇呢? 但事实上,中医针灸把火灌只是暂时赶走冤亲债主。 最根本的还是要忏悔,持咒回向。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,跟西医相比,副作用小很多,让病人身体恢复得比较好,可是一些传统的手法。 也经常触犯到灵界,如针灸是会伤害到众生的。 如果是四大不调的病,用针灸的话问题不大,但是有的也是冤叶病,针扎下去会扎到众生灵体,使得附着在那些地方的冤亲债主觉得痛。 我们的一些疾病,经常是因为经络不通,冤亲债主堵住经络了,扎针会把冤亲债主赶跑。 但是有些扎针技术比较好的医生,晚年的时候会受到这些冤亲债主的报复,使自己苦不堪言。 但其实我们平时就可以通过诵经,让冤亲债主不要进身,具体念什么咒呢?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楞严咒超度作用大,抵御冤亲债主,让他们不得进身。 说到超度经文,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金刚经,长寿经,或是的藏经吧。 其实,楞严咒超度作用也很强,可以调动天道,修罗道,鬼道的一切兵力,可以降伏天魔。 念诵楞严咒,楞严咒的所有护法和菩萨都会上升到天空为我们进行护法。 所有的妖魔鬼怪,冤亲债主都不能进我们的身。 所以,人们常说,念诵楞严咒是消除业障最快的方式,也是超度最快的方式。 楞严四超度的功德利益很大,不仅对死者有益处,对生者也有不少作用。 它可以加速死者离苦得乐的速度,疏通我们的五脏六腑。 为什么我们念经超度的时候会感到腰酸背痛? 那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冤亲债主在环绕,念诵楞严咒七天,你会感到全身经脉畅通,这是因为冤亲债主已经被超度走了,我们的身体自然也就不再僵硬。 当然,除了楞严咒,佛经中还有很多的经文可以超度。 但是要彻底超度英灵或是历代宗亲,最好还是找一位经验丰富的高僧或者道长,为英灵、宗亲大办超度法事,超度他们。 关于超度的方式,总共有四种,即道家超度、寺庙超度、个人超度、泰国超度。 泰国超度属于抑郁超度的一种,受地狱的限制,民间使用泰国超度的情况比较少见。 道家超度是民间使用的最多,本身也最方便快捷的超度方式,属于个人超度。 他借助灵符的灵符来发挥功效,超度英灵和历代宗亲。 因为道家超度方式而被超度的英灵,在进入轮回后,还有跟父母再续前缘的机会。 父母福报大,英灵很可能再成为他们的子女。 而寺庙超度属于佛家超度,这种超度方式属于批量性超度。 由于她的批量性,所以容易出现英灵被遗漏的情况。 但是,这种超度方式也有一定的优点,即高僧在超度法会上念诵佛法经文,可以更好地感化英灵,使得英灵可以去往西天极乐世界。 个人超度指的是父母在家超度,如果父母不具有高深的法力,一般不建议使用这样超度方式。 英灵的怨气太重,只有具备高深道横的大师才能成功超度英灵。 愣言咒超度的作用很强,大家平时可以念诵愣言咒超度,净化心灵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。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,请给我点个赞,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,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咱们下期再见。 选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